关于喝茶百姓中流传着众多说法 真真假假到底孰是孰非 这里面还有教训 不是一般的教训 是生死教训 认识喝茶无需就在健康之路 小健康之路过健康生活 欢迎大家收看由无限级冠名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我是季宇华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和大家说了很多茶呀 是有太多太多的好处了 可能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泡茶喝了 那我们看到啊 这个泡茶的性命真的是非常多 比如说有这个糖瓷的茶干 还有紫砂的 也有玻璃的 这个呢是保温杯啊 再有呢像我们家里面用到的纸杯子啊 塑料杯子啊 还有呢像这种是陶瓷的啊 我都想问一问 平时大家比如说在家喝茶的时候 会特别在意用什么样的器皿来泡茶吗 比如说泡绿茶用玻璃杯 我愿意看那个茶在上面飘大 要自己一个人在家喝茶呢 喝红茶呢 用这个紫砂杯 紫砂的 哇你真的是非常的讲究 客人来的呢是用这种盖碗杯 陶瓷的盖碗杯 然后要是出去工作呢 我还用保温杯带茶 是这样 那周勇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 你看啊这么多的杯子当中 有两种杯子是不太适合泡茶的 你看那是哪两种杯子不太适合泡茶 我觉得不适合的应该是纸杯或者是塑料杯 不太好的现在看就是糖汁杯子比较不太合适 这种是吗 对糖汁杯比较不太合适 磕着碰着或者落在地上 糖汁就脱落了 糖汁一脱落以后呢 从那个金属就漏到外边了 金属一漏到外边有点生锈 好那到底什么杯子 泡茶我们是不推荐的呢 我先请出今天的专家是来自于中国健康教育协会的 带光强教授 欢迎带教授 你好 带教授的朋友 你好 请坐 带教授 带教授您看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 您给大家介绍是不同的季节要喝不同的茶 到了张老师这儿呢应该说更讲究了 喝不同的茶呢还要用不同的杯子 那您说如果咱们家里要是这些杯子都有的话 您最不推荐的是用哪几个杯子呢 您给我们明确一下 一个是纸杯 一个是塑料杯 因为纸杯跟塑料杯是在开水的作用下 很可能它里面的有开物这就出来 对 那可能在生活当中啊 咱们无意之间呢 有时候用错了东西或者是用错了这个茶的话 很有可能啊就会破坏到茶当中特别好的 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这些成分 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些误区的啊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 哪些咱们做的是对的 哪些很有可能啊您就做错了啊 比如说咱们常说啊 有这个叫做隔夜茶一说 关于隔夜茶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看看第一个问题啊 那这个喝隔夜茶啊 有的说法呢是会导致癌症的 您觉得这种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好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一点 说到隔夜茶呢我就一下联想到隔夜菜 像以前吧我们不知道那么多保健知识的时候 什么隔夜菜隔夜茶拿起来就吃了喝了 但是后来呢又说隔夜菜不能吃 里边有亚硝酸 但是最近呢又说那个隔夜产生的亚硝酸 对人体的危害呢微乎其微 所以说又说能吃了 所以这问题我真的拿不准 好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 超过一半的观众认为喝隔夜茶呢会导致癌症的 这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咱们看看专家告诉您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不会导致癌症 现在社会上真的有一种说法 说隔夜茶里面可能有一些致癌物在增加了 尤其是刚才我们赞老师提到的 就是可能亚硝酸盐 可能会增加了 这个说法呢实际上 我们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 有这方面的专门的研究 就是我们现在认为就是茶叶是带叶子的 凡是带叶子的茶叶带叶子的菜 里面的硝酸盐是比较高的 硝酸盐呢在微生物的情况下 它可以变成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吃到我们身体里面 尤其跟胃 胃酸的作用下可以变成亚硝酸胺 亚硝酸胺达到一支的量是强制爱物 是我们三大强制爱物其中一个 但是呢 茶叶不一样 第一这个茶叶的量很少啊 我们泡茶是一点点 拿不到可能会引起我们中毒 或者会引起癌症的这种量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么晚上泡的茶到第二天早晨 会不会有变化 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现在的实验 证实 晚上泡的茶到第二天早晨 这样的茶的一个过程当中 亚硝酸盐变化不大 也就是说 茶叶是有一些作出的 没有明显的增加 那么这样的隔夜茶 一般来说就不会引起 您看稍等一下 所以您看一下啊 咱们大家都看这个屏幕上的颜色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新泡的茶呢 它色泽是非常的鲜利的 但是看了这个隔夜茶呢 颜色就有点鹤秀色 对 所以总觉得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有害的物质出来了 您的意思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这一点 没有必要 茶是很特殊的一种颜色 我们茶里面的一些 我说在氧化以后颜色变成了 这是氧化的一种效果 但是有一条希望大家特别注意 尤其是大日天 因为大家知道大日天以后 空气当中的有些污染物 包括细菌 可以在茶水里面发生 那么茶水本身有一定的宽菌效果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在高温情况下 那么也可以繁殖 这就跟菜在那个空气当中 要是放一夜的话 肯定也馊了 所以比如说32度以上 甚至35度以上 这样的茶水 我建议大家不要 您这确实是颠覆了我们很多年传统的认识 说到这儿呢 我给这个两位泡一杯茶 咱们还是老习惯边泡茶边喝着 然后我们再听戴教授的介绍 我记得昨天好像张老师提到 您是特别喜欢喝淡茶的 放一点 可以了 好像女士是比较喜欢喝淡茶的 但我知道很多人啊 这个口呢是特别重的 尤其是很多男士 我觉得对这浓茶一定是特别熟悉的 这有一般在什么情况下 男士会特别喜欢喝浓茶 比方说特别乏的时候啊 然后还有就是喝多了的情况下啊 什么的 人家说来杯浓茶 提提神 提提神 结结酒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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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哎 你喝多了之后 有没有喝过浓茶呀 有喝过 家里人啊 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给你泡过浓茶 有有有 很多人呢 都是在喝醉了酒之后 用这个浓茶来醒酒 不知道在您的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做过啊 那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说到浓茶可以帮助醒酒 您觉得这种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好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我觉得这个男士现在应该是有切身体会的 你不是说过酒后喝过浓茶吗 对 你觉得有没有醒酒的作用 有没有我不知道 反正是已经喝多了 别给我挂下去 到底有没有具体 怎么着我不知道 但是呢 人说俗话说俗话说 老理说老理说 这样大家都这么说 那肯定是有作用的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样的啊 好 超过一半的观众呢 认为浓茶可以解酒这个事呢 似乎不太可行 那到底这个浓茶可不可以醒酒 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你 在生活当中啊 咱们喝茶除了为了能够提神醒脑 同时呢还能够帮助我们调整身体之外啊 很多人用浓茶来解酒 但是这种做法到底可不可行呢 我们看到现场啊是几乎各自占到了一半 但是专家告诉您这种说法 确实是假的 人说浓茶不可以醒酒 这个事也是通过调查得来的吗 不仅是调查 这里面还有教训 这个事不是一般的教训 是生死教训 生命的教训 就是酒里面有酒精 酒精可以是人兴奋 茶医里面有咖啡因 咖啡因可以是人兴奋 如果两个都是高度兴奋的情况下 可以产生高度的医治 这种超高度的医治 甚至可以引起心跳腹泻的停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希望大家无论如何来注意它 我一直以为啊 就是喝浓茶能解酒 而且哎 我有一回我喝过 就是呃 其实喝的不是特别的醉 然后呢 只是喝的已经开始晕了 晕完之后 我快过去的一杯浓茶 喝完之后 我觉得心脏一下跳得特别厉害 然后觉得人喘 对 天呐 这种算是浓茶带来的这种恶果吗 对 对呦 那我赶紧把这杯茶拿过来吧 您可千万别喝这么浓的茶了 哇 真有吓人呢 就是如果我有醉酒的现象 可以喝点淡茶 嗯 这是可以的 淡茶可以 淡茶可以 因为淡茶里面的咖啡因是很少的 最像是喝淡茶的过程当中 希望大家多喝点水 这样是我们血液里面的酒精和 它的代谢产物的乙泉 可以更快的排出去 哦 这才是真正的性酒 所以真要是喝完酒之后可千万别放这么多的茶 也别泡这么浓的茶 有可能会引起生命的危险的 但要说到这个醉酒啊 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不知道大家遇没遇到过 是醉茶 在生活当中你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嗯 25号的观众举手了 来我们把话筒递给25号观众 您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我遇见过 因为有一次我还空个肚子喝茶 然后就喝那个晕了 晕了 晕了是直接晕倒了 还是有不舒服的那种头晕的感觉 它就是那个初期化 然后就是喝的那个 就是感觉就有点那个 就像美尼尔的那种症状 就开始悬孕了这样的 对对对 这就是喝的 您曾经历过这些 我有一次 我不知道是不是醉茶了 然后有一天中午呢 我刚吃完韭菜馅饺子 突然间有一个活动要我去参加 我觉得这个气味很难去掉 我觉得口腔糖也不管用了 就喝点醉酒 不是 我嚼的 我就抓住一小捏 嚼一下 嚼一下之后呢 口腔异味儿就是没有多少了 但是我觉得我浑身很不舒服 心跳加快 然后手呢还微微发抖 就有点六声无阻的样子 我是不是当时我就觉得 我这个茶吃错了 是不是醉茶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最大的现象 这醉茶和醉酒一样吗 也是就觉得晕啊 恶心难受吗 这个主要是茶椅里面的咖啡 我心跳加快 这短时间内的浓度比较大 进了体内以后可以吃接我们的中速神经 中速神经的高度兴奋 可以产生这种醉茶的这种现象 手还微微发抖 你刚才讲时候一定抖 然后心发抖 很不舒服 这个这个想恶心 脱昏 甚至心脏加快 甚至会引起心里不沉 都有这种现象 反正我那一刻感到很不舒服 对的 这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茶里面有咖啡因 会让人极度的兴奋所引起来的 只要是这咖啡因太多了 一下子到我们身体里面去 造成了我们神经 中速神经的高度兴奋 但刚才您看啊 这个我们25号观众提到 当时他们家先生是因为没吃饭 空着肚子喝的茶 您刚才提到了 我是吃了饭 吃完了 我为了去口腔一味 对啊 所以你说到底这个因为什么会引起醉茶呢 是因为茶喝的多了 空腹 比如说我茶比较浓 这样它吸收就比较快 在短时间内的咖啡因可能比较高 这样高度的中速神经的兴奋 可以引起醉茶的现象 刚才张老师他去茶医 全都进去了 一点都不浪费啊 咱们说的还是里面的这个茶水呢 咖啡因在短时间内 也可以引起一个高风 这是第二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有些人很过敏 这是跟基因有关系 还有茶过敏的 对 虽然不多 真正喝一点就是茶不浓 它也可以出现一种 刚才讲的醉茶现象 像这样的人 最好就不要喝了 需要 平时要注意 这三种情况希望大家注意 对啊 所以真的要是啊 咱们爱茶之人 有的时候可能没吃饭就喝上茶了 尤其是一喝时间也长 喝的浓度也比较高 喝有可能就会出现醉茶 这要是醉茶出现的时候 你说得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让我们身体不那么难受呢 我们让何家博士给您说一说 有请何博士 好的小鸡 要想喝茶喝得舒服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就是淡淡一杯茶 特别是对于平时不经常喝茶的人啊 偶尔喝一下浓茶 哎呀 这个反应就特别大 所以呢 告诉大家泡茶的时候呢 最好茶叶啊 不要贪多 放的少一点 然后呢 对的淡一点再喝 这样呢 身体就不容易产生一些不适的症状了 那么为了避免这个醉茶的情况呢 大家在喝茶的时候还可以配上一些小点心 那比如我给大家准备的像这个青橄榄啊 那还有这个一些小饼干啊 或者呢 配上一些坚果 像花生啊 开心果 杏仁 其实都可以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防止我们的这个胃啊 如果太空 如果特别空腹的时候喝茶 那么这个咖啡因啊 茶碱啊 茶叶里面的这些成分被人体吸收的太快 那么就容易产生不适的症状 配上这些食物之后呢 它可以减少这些不适症状的发生 那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就会问了 说 哎呀那如果我真的一旦醉茶了的话 怎么办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那么喝上一杯糖水 就可以缓解这些不适的症状了 那像我这里的这个糖水呢 大约一百毫升左右 也不用太多啊 太多了可能也灌不下去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教给大家一个暗柔的方法 来缓解这个头部的不适 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两侧的眉梢两侧的太阳血 那我们用自己的大拇指先往前 十下 十次 速度呢可以稍微的慢一点 按压的力度呢略微的重一点 让这个肌肉啊感觉略微的有一些酸酸的这个感觉 就比较合适 啊 往前十次 然后再往后十次 反复的两三组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的按一下 放松 再按一下 再放松 再按 这是按摩太阳学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还可以按摩自己的百会学 百会学呢非常的好找 就是在我们头顶正中最高的这个位置 这里一般呢有个发子 有个这个头发的旋 那我们用什么地方按呢 这个时候就不是用这个指头按了 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手心 手心 这个手心呢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劳工学的位置 什么位置呢 我们把四指啊 自然的弯曲 那么中指所对的这个位置 就是劳工学 用这个位置呢 对准自己的头顶的位置 也是顺时针十次 然后逆时针十次 也是反复两三组之后呢 我们可以拍一拍头顶 拍一拍 这样感觉也会特别的舒服 那么最后呢 还有一个学位呢 是在我们的后脑勺 整骨的这个位置 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 就在我们后脑勺这个整骨 最凸起的这个小包旁边 两个筋的外侧这里 来 我们用自己的大拇指按住它 然后呢也是顺时针十次 逆时针十次 最后呢 还是要按压几次 通过这些按摩的动作呢 它可以改善我们头部的这个血液循环 就可以比较有效地缓解这个头疼的症状了 那么对于醉茶的时候 非常的合适 那么平常呢 大家也可以按一按 也可以缓解平常的一些头痛不适 好了 小金 好 谢谢何家博士的提示啊 那您看啊 刚才咱们说的是 茶喝多了 有可能醉茶 另外还有一些人啊 一到了下午之后 可就不敢喝茶了 为什么呀 虽然茶好 但是他喝完真睡不着觉啊 有的时候可能会闹腾到半夜三更都睡不好 有这种情况吗 来 我们先听听十九号观众的说法啊 我不是 成天就 现在我一喝完茶就睡不着了 晚上 现在 特兴奋 那您比如说白天喝多少茶 就会晚上睡不着啊 白天晚上就 我一般就喝的也不多 就一杯茶 喝完晚上就 睡不着觉 就特兴奋 能到一两点钟 也睡不着觉 前两天呢 我们同 我们那个朋友聚会 在家里吃了饭 吃完饭以后呢 没喝酒 我当天是一口酒 一说 吃完饭以后 天挺热的 开了空调 吃点茶吧 嗯 正好我的朋友 从杭州过来带点绿茶 特别好的绿茶 嗯 连吃连喝的烙一直到也就四点多钟吧 哦 他应该喝了三四杯茶 哎 这一宿啊 呦 这个茶喝一宿没睡 像烙饼似的 算了 睡不着了 您看为什么这么多的人 这个喝完茶之后晚上就睡不好呢 跟它里边什么成分是有关系的呢 还是咖啡因 咖啡因 有咖啡因可以性陷 嗯 可以提神 但是 晚上不可以提神的时候 他还在提神 那就不是睡不着了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晚上喝红茶不会影响睡眠 您觉得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是真的还是假的 好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一下 晚上喝红茶 应该不会影响睡眠 不会影响 你觉得这个说法是真的 钟你觉得呢 我觉得张老师这说法不对 嗯 不对在哪呢 因为什么呢 刚刚我们就说了 茶里面它都含有咖啡因 只要有咖啡因 你甭管是什么茶 你喝到里面肯定会刺激你啊 但加工方法不一样 会不会对这个咖啡因 也会有一些影响呢 那我觉得不会啊 因为茶你甭管怎么加工也好 它这里面几样的营养成分 它不会变的 对不对 所以它里面还是有咖啡因的 不管你怎么变 哎 你怎么加工 它你喝完之后 你该睡到还是睡不着啊 它还会刺激你啊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啊 还真是喝绿茶挺精神 要是换了喝福尔就没那么精神了 对对对 我也是 好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 好 大多数观众认为呢 晚上喝红茶 不会影响睡眠的 但是咱们也看到将近 应该说是四十二位 看到四十二位观众觉得喝红茶呢是不会影响睡眠的 到底这个说法是真是假 我们看看专家告诉您 答案是 这种说法是假的 那就是说喝红茶也会影响睡眠的 那难道这个发酵的过程不会对咖啡因造成影响吗 那说这个土耳茶或者铁关因它会那个安神对吗 我们可以看看大屏幕 这里面就是希望大家就看到啊 这里面是讲得很清楚了 不同的茶品的咖啡因的含量 就一百克含量多少 绿茶三十到七十毫克咖啡因 乌龙茶三十到六十毫克咖啡因 红茶五十到六十毫克咖啡因 普洱茶六十毫克咖啡因 也就表明咖啡因都差不多 刚才说红茶晚上喝了以后 跟睡眠没有影响是假的 是有道理的 因为红茶里面五十到六十毫克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肯定一般来说是会影响到睡眠的 对啊 要是相比较来说绿茶和乌龙茶那个底线呢 三十可能要比红茶还低呢 相比要好一些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讲究 这个讲究就是绿茶的三十到七十毫克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 其中一个讲究 就是越是好的茶 它里面含的咖啡因又多 越是一般的茶 相对来说含的咖啡因少一点 这么回事 就好的茶里面的营养元素也是比较丰富的 差一点的茶就会少一些 从一开始茶叶长芽的时候发芽的时候就已经有咖啡因了 所以头普 有时采茶 头普茶 二普茶都是比较高的 以后的一直比较大的 比较粗的 相对来说咖啡因是少一点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比较一下 您提到的这个好茶和不太好的茶 有什么样的差别 从这个外观上咱们先来辨别一下 这个泡的时间可能稍微有一点长了 这个茶叶都是尖着 一直很细 嫩牙的 这是嫩牙 这个茶叶相对要粗一点 但是 这个你们挑的茶还是比较好的 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 比这个要差一点 就是有些叶子还要粗一点 梗子还要再粗一点的 这个茶可能就少一点 也希望掌握这个时间 因为刚才介绍了 就是咖啡因它在体内的时间 四到六个小时 甚至不会超过八个小时 所以如果有的人 他下午喝茶 不过比如说他下午五点喝茶 他晚上如果是十点睡觉 可能会受到一点引擎 所以比较保险的 最好你能够考虑到 八个小时 甚至十二小时 那么不会有影响 那就是如果我们晚上 正常说十一点钟睡觉的话 那至少就是在下午两点 怎么知道两点之后 您都不能喝茶了 但是可能很多情况 就像咱们五号观众提的那样 我们都是晚上吃完饭 然后朋友聚在一堆 喝点茶聊聊天 那可能就再可难免会晚上的时候喝茶呀 那这个时候要喝茶睡不着 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 能够让我们也喝上茶 同时也能够睡得稍微好一点呢 我们分析过这个茶椅里面的咖啡因 跟温度高有关系 如果我们在刚刚开的开水里面泡的茶 两分钟以后 百分之九色以上的咖啡因 都到我们茶水里面去 很快就释放出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两分钟以后 不是三分钟 我把这个第一副茶倒掉 我再去吸泡第二副茶 那么第二副茶里面的咖啡因 就非常少非常少了 对你的影响就会明显减少 如果你不太敏感的话 也许对你晚上睡觉 没有再大影响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晚上喝茶 喝第二泡不喝第一泡 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 这个茶对我们睡眠的影响了 对 当然给你一个参考 有些人对咖啡因不敏感 比如说我吧 我对咖啡因不敏感 因为我从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喝茶 我逐步逐步对它 有一种比较烈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吃了饭以后 我可以泡一杯淡茶 我不是农茶 我也不影响谁 所以应认而已 大部分人还是有影响的 还要注意 当然很多人除了这个爱茶 是因为茶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 也能够让我们清新之外呢 另外很多女士也特别喜欢喝茶 因为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长期间喝茶的话呢 能够控制体重 那咱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长期坚持喝茶可以减肥 您觉得这种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好 先上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我觉得喝茶减肥不太可能 因为我周围啊 有很多朋友 他们都是大胖子 而且体型还是越来越胖 他们平时也很爱喝茶 家里各种茶具非常讲究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因为茶叶 你看我们喝完这游戏 这好茶 这个嗓子里边呢 有一种瑟瑟的感觉 就感觉把这个口腔里的那个油啊 好像给带走一些 好 我们来看看大家 怎么认为这个事情啊 一半的观众呢 认为长期喝茶是可以减肥的 我们看看专家告诉您啊 经过调查之后 到底可不可以减肥呢 答案是 长期喝茶真的是可以减肥的 确有其事 到底是茶当中什么样的成分 能够帮助减肥和控制体重呢 这个茶叶里面有好几种成分 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茶叶里面的咖啡因 咖啡因可以分解脂肪 燃烧脂肪 我曾经看到北美的有一个宣传单子 做广告的单子 它集中怎么写 那啥 燃烧脂肪的炸弹 燃烧脂肪的炸弹 好厉害啊 就表明它要吸引人的眼球啊 它把这个本质上点的出来 是有这样的作用的 就是咖啡因 它可以燃烧人体的脂肪 可以更好的作为能量来消耗掉 并且这些方面都有动物实验 有人把小白鼠 它的饲料当中加了 百分之零点零五的咖啡因 然后来进行比较 就发现 吃了这样的咖啡因的饲料的小白鼠 集中减轻了 并且 腹腔里面的脂肪 干脏里面的脂肪 也减少 是吗 好不好 挺棒的 这是一种 还有 比如说 茶叉素 茶叉素 它可以减少 残道里面对脂肪的吸收 不也有减肥效果了吗 对脂肪吸收的少嘛 虽然人就没有那么肥胖 比如这里面有提一下 茶氨酸 它也有降低血液里面 肝脏腹腔里面的脂肪的作用 嗯 我在这儿还特别提醒一下 尤其是喜欢减肥的一些女生们啊 嗯 我建议你们喝了茶以后 半个小时以后去运动 运动 这样会起到更好的减肥效果 是吗 因为喝了茶以后不是要染上脂肪吗 在这个时候 对家送体育锻炼 那么这样的脂肪的消耗就会更好 那您看之前咱们也提到哈 可能很多人也是特别喜欢喝茶 但是呢 有一个很特殊的时期 即便是以前非常爱茶的人呢 到了这会儿也不太敢喝了 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女性怀孕的时候 因为有一种说法 说女性怀孕啊 如果喝茶的话 可能对宝宝不太好 所以咱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 那您认为这个怀孕的时候 不能喝茶是真还是假的 咱们来看看这个问题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想看看大家的意见 请做出您的选择 没经历过 所以说就搞不明白 但是呢 前不久有一个特别热播的电视剧 一个轻功戏 里面就是说那后宫真道 每次就说是把这孩子 没生来就弄死了 但是这里面就老说一个是吧 这三月之内 三月之后开向稳固 然后就可以什么用点香啊 或者是弄点什么的 都可以了 我觉得可能是三个月之前 不能喝茶 三个月之后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啊 刚才他说他没经历过 那我经历过 我是觉得呀 什么东西不能过量 因为我一直喜欢喝茶 所以我怀宝宝的时候 我也一直坚持喝了 但是都喝的不多 都是每天 我觉得喝茶也是一个享受 我享受了 我也想让腹中的宝宝享受 所以我觉得我没喝出什么问题 所以我认为 怀孕是不能喝茶 这个是假的 那咱们先看看大家的选择啊 我们看看有多少人选择的是真的呢 还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选择非常有意思啊 几乎都是各占到一半 那哪位观众觉得怀孕的时候是不能喝茶的 举手示意我一下 就那个茶叶里面有咖啡因嘛 然后咖啡因应该可能会通过这个水液 然后传给婴儿 因为咖啡因对宝宝的那个神经系统的发育 我觉得可能会有些影响 冒昧问你一句 因为我看你年纪应该挺轻的 你有孩子吗 有 我孩子真的现在八岁 都已经八岁 今天还来我们现场了 你好 你好 那您怀孕的时候喝过茶吗 没有 好 那到底怀孕的时候对于女性该不该喝茶呢 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你们 好 欢迎大家回来 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啊 即便呢 是她以前非常喜欢喝茶 但是一旦到了怀孕的时候 都是格外的谨慎 尤其是对于茶呀 咖啡呀 可乐呀 可能很多时候都得舍弃掉了 因为据说里面还有一些物质呢 对宝宝不好 那这种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 我们看看专家告诉您 这种说法 怀孕的时候不能喝茶是 假的 也就意味着怀孕的时候也可以喝茶咯 这个刚才大家有一个我觉得还是我比较赞赏的 就是回孕以后要谨慎 这是对的 但是谨慎也要勇动 如果茶叶一般的淡茶 适当的喝一点 是完全可以的 刚才你看我们四号观众提到了 那里面还有咖啡因呢 对 会不会对宝宝不好呢 我讲的咖啡因 因为茶叶里面的咖啡因相对来说跟咖啡来比 它还是相对是少的 尤其是不要很浓产的 一般那样的茶叶里面的咖啡因对胎儿 是不会有大的影响的 除非你比较浓茶 喜欢喝浓茶 并且喝的比较多 这样可能会有所的影响 这个影响是两个影响 一个会增加流产的机会 也就是增加流产的风险 第二个 如果你经常喝咖啡因浓度比较大的茶 那么很可能的你心 你的新生出生的时候会出现低体重 这两个我们最可能是要避免的 所以如果我怀孕的期间喝浓茶 是绝对不可以的 但是适当的喝点淡茶还是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淡茶对健康还是有利的 刚才我们周老师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 营养素很多很好 是有道理的 那您说对于孕妇 或者是对腹中的这个宝宝有什么好处呢 对于大人还是有好处 比如说可以加强运产物的新生功能 加强它的血液循环 可以预防认成水种 还有利尿的作用 轻度的利尿作用 还有一点就是防浮射 喝茶的防浮射 对 这个我还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 讲一段历史 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 1945年 日本不投降 美国在日本的凌空上认了两颗原子弹 第一颗原子弹是1945年8月6号 在广岛的上空 三天以后又在长期的上空 认了人类第二颗原子弹 死了无数的人 因为原子弹的射杀能力是两个 一个是它的热火射 一个是它的放射性的火射 核火射 当时死了无数的人 当时很有意思 有一部分人齐齐般的活下来 在活下来的这一部分人当中 在以后的日子当中 又有一部分人得了放射性癌症死了 但是确实有一小部分人 齐齐般的活下来 科学家对活下来的这些人非常感兴趣 生命力太顽强了 为什么 然后对活下来的人进行流性病学的调查 有三种人居多 第一种人是种茶叶的人 种茶叶的人 第二种人是喜欢喝茶的人 第三种人是从事茶道的人 日本有从事茶道 我们中国也有 都跟茶有关 也就是说这三种人居多的都跟茶 又发生了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科学研究 茶跟人的健康的关系 就是拉开虚目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茶有抗不受的效果 那刚才您提到了 对于孕妇来说 是可以喝淡茶的 多淡的就算是淡茶 是适合于孕妇喝的呢 这个我来示范一下 对对对 如果这个茶杯 你在这个底 浅浅的一层就是淡茶 这就是淡茶 那浅浅的一层就是淡茶 其实您看一下这个杯比就刚刚覆盖住就可以了 很少 那泡的这个水量呢 水量有什么要求 它有两种泡法 因为有的人泡一半 然后再等一会再加一半 还有就是干脆加到位 也可以 好那就先泡半杯 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再续杯 再续一下 就喝的时候再续一下 这样就泡得更好 好像这个茶的浓度并不一样 刚才您放的是绿茶 如果咱们要是放乌龙的话 放多少比较好 这个乌龙大家注意啊 乌龙它全起来的 你泡好大 对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注意 所谓我讲的这个淡茶 就是放几粒就可以了 放几粒 对